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平安。 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在你们当中分享。 其实我对你们的教会非常的感激跟感恩, 因为在30年前,当我全时间出来侍奉的时候在吉隆坡, 那时候就认识了你们所拆遣出来的郑惠冠牧师, 他们就到各教会去主办一些页课, 让我们来学习一些金兵的课程。 后来我也参加了金兵第十届的金兵课程, 从其中就学了很多属灵的原则, 特别是在墓会上,在服饰上,在各方面。 如果我教会牧养当中遇到一些艰难、困难的时候, 那我都会除了自己祷告之外, 我也会寻找惠冠牧师、Ivan牧师寻求一些的帮助。 所以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最好的器皿、最好的牧者, 拆遣出去帮助各教会。 的确是,我也就想,难怪你们教会越来越大。 把荣耀归给主。Amen! Amen! 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分享了一个主题, 叫做《近视的祷告》在这方面。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有一次一些门徒,不是门徒, 是一些外班人就来问主耶稣, 因为他们都在观察主耶稣的行动。 他们就看见主耶稣的门徒, 他们常常在一起又吃又喝。 他们就觉得说, 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常常有近视的。 还有法利赛的门徒也是常常近视的。 在他们的观念感觉当中, 宗教信仰是一种受苦主义, 是一种常常要近视, 要苦待己身。 但是他们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近视的这个历史。 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 约翰的门徒近视, 法利赛的门徒也近视, 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近视呢? 耶稣就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他说当新郎与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 岂可叫他们近视呢? 当新郎跟陪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岂可叫他们近视呢? 也就是说在那个欢乐的日子, 在幸福的日子, 在美好的日子的时候, 并不需要近视。 但是后来他接下来说, 不过有一天, 当我离开的时候, 当新郎离开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要近视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近视在我们侍奉的生活的里面, 在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是有哪一些我们需要知道, 跟能够使用的。 我们看看近视的一些迷思。 许多时候, 在这个时代, 当大家很照顾身体健康的时候, 也都以为近视就被看为一种借势。 近视可能对身体有帮助, 因为我们营养太多了, 我们吃的各种饮食是过量的, 凡子很多, 所以近视可以帮助身体的调养。 很多人也在推动近视的运动。 其实这是一个迷思, 近视并不是单单就要来说结实, 要来减轻体重的, 在这方面的。 第二个, 我们看到近视被看为属灵人的记号。 哇, 讲到宗教信仰, 讲到一些所谓的属灵人的时候, 就常常以为一个人常常有近视, 常常近视很长的时间, 就来做一种衡量他是否非常的亲近主。 所以在耶稣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近视的时候, 就面带愁容, 就感觉上好像给人看出很可怜, 近视的很辛苦, 很付代价。 其实我们在早期信主的时候, 也见过一些所谓的属灵人物, 当作一种给人看以为是亲近主, 以为是近视越多, 近视越长, 就是越属灵的一种迷思, 一种不正确的心态。 当然还有时候我们近视被看为是 急功得与换取神喜悦, 或者是有一种苦待己身, 然后用这种的受苦, 用这种的近视, 好像要弼死, 就强弼神, 你看我多么受苦, 我不吃, 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 听取我在你面前的祈求。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迷思, 都不是很正确的。 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 一些近视的, 一些主要的原则跟原因, 一些的处境, 是我们在必要的时候, 在需要的时候, 我们使用它, 真正就成为我们能够扭转困境的, 扭转危机的一种的秘诀。 我们就来看看近视的处境和目的。 第一个处境呢, 就是军王的不幸于灾祸。 军王的不幸于灾祸。 那这是发生在旧约的扫罗丸的身上。 我们看这段圣经呢, 是讲到, 扫罗丸后来正完了, 死了。 扫罗丸为什么会死呢? 其实, 因为他在他做完的年间呢, 他违背了一些上帝的命令, 他弃绝了这位神, 然后呢, 常常以自己的本意呢, 来采取一些的行动。 以至于呢, 有一天神说呢, 要废弃他, 不再让他做完了。 那, 但他还靠着自己在那边, 征战的时候, 有一天, 竟然就被仇敌打败了。 不但如此呢, 他的三个儿子也一起的, 都震亡, 都死了。 当他死了之后呢, 仇敌就把他头掌下来, 挂在墙上。 在那个时候, 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大的悲哀的事情。 所有的勇士, 就动身走了一整夜, 把扫罗的尸体, 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 都从布山的城墙上, 取下来, 带回雅比, 在那里把他们烧了, 又把他们的海骨, 埋葬在雅比的垂流树下, 并且禁食七天。 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日子。 等于在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 他们失去了军王, 失去了那些成绩者, 他们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那时候, 他们就发现, 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一起禁食, 为这些事情来悲哀。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 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受到有些事情, 让我们需要感觉到悲哀的, 需要感觉到一种的危机的话呢, 我们也能够为这件事情来禁食祷告。 其实在这段日子, 如果我们有观察我们的局面的话呢, 其实这件事情呢, 非常的类似我们今天所面临到的情况。 我们从前元首啊, 前首相啊, 金首相啊, 政党的领袖啊, 各方面呢, 国家那些主要的, 所谓有名望的带领者的话, 几乎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 就好像都受了一些, 受到一些的伤害, 或者受到一些的论断, 或者呢, 就失去了他们很好的名声。 你看各方面呢, 几乎在那个灵域里面的话, 就好像他们失去了一种领导的能力一样。 那这是一种的促进呢, 我们需要就好像当初的时候, 能否也开始为做这件事情呢, 来禁食, 来祷告人寻求。 那我们感谢主, 当他们经过的这些悲哀, 祷告过后呢, 后来我们就看见了, 上帝就兴起了大位, 一个新的碗, 一个扭转整个局面的新的碗, 而且呢, 把它们统合在一起。 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国家, 也能够有这种的转机, 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为了这些事, 来寻求, 来祷告。 那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个人受的冤屈跟悲伤。 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不能理解, 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我们也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但是呢, 却看不到那个答案, 看不到出路。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禁食祷告。 我们看到这事发生在哈娜的身上。 哈娜的丈夫有两个妻子, 那她的大妻子呢, 叫做皮尼娜, 是很会生养的。 而哈娜就是不会生育。 因此呢, 这个大婆呢, 就常常欺负她, 弃笑她, 就常常在人的面前呢, 就说, 你一定是得罪的神, 你一定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呢, 善与就没有祝福你, 让你不能够生育。 在那个时代, 犹太人跟我们华人的风俗, 习惯也蛮相似的。 我们华人有句话说呢, 不孝有伤, 我后为大。 如果不能生育的话, 早期的时候, 我们华人社会封建的时代呢, 也是可以许可丈夫呢, 因为妻子不生育, 再娶另外一个太太。 所以呢, 这些是一种人的一些错觉的观念。 但是哈娜她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每逢她上夜滑电, 皮尼娜总是刺激哈娜, 以致她哭泣不吃饭。 哈娜就选择近视, 来到神的面前哀求。 虽然她丈夫安慰她, 丈夫说, 有我不是比十个孩子更好吗? 可是她总是感觉到里面, 很受冤极, 很受很冤枉。 所以她把这个苦情呢, 陈述在神的面前, 她也近视地祷告。 感谢主, 上帝全听她的祷告。 后来就赐给她一个儿子, 叫做萨姆尔。 萨姆尔成为非常伟大的先知, 祭司, 成为四个军王的当时的一个顾问, 能够使四个军王都在她的云岛底下, 听从她的劝告。 所以你看到, 一个寻求主, 一个近视祷告, 把爱情告诉神的人, 按照他的信誓, 他会为我们伸冤, 会做一些奇妙的事情。 第三件事我们可以学习, 是遭遇不幸的事。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大卫的身上, 我们知道大卫是讨神喜悦的, 可是他也有犯错的时候, 而且大卫的过错是非常的严重。 其实上帝不怕我们有时候做错事, 他只怕我们不肯悔改在他的面前。 当人愿意谦卑自己悔改的时候, 他的宝学永远是有功效的。 只要我们不是故意的犯罪, 当我们知道我们错的时候, 悔改认错, 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一种的怜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过错, 需要付一些的代价, 我们看到大卫就面临到这样的事情。 那么他跟乌利亚的妻子, 848就发生关系, 结果娶了人家的妻子, 把人家的丈夫杀死之后, 他原本是完, 他本来就有这个权柄, 要娶谁做妻子, 就可以娶谁做妻子。 他要杀谁, 他就有这个权柄杀谁。 那这件事情他解决之后, 他以为事情已经完结了, 可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 上帝说我非常的不喜悦。 后来他就拆派哪当先知, 去跟他讲这件事情。 大卫那时候还猛杀杀的, 他还不知道他自己有错, 当他跟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财主有很多的牛羊, 他的邻居是只有一只母羊羔, 有一天这个财主的朋友来拜访他的时候, 他就要请客人, 他不把自己的羊群来杀了请客人, 他把邻居唯一的羊羔杀了来请他。 当大卫听见这样的讲说的时候, 他说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人该死。 那这个时候哪当就说, 你就是这个人, 你有这么多的妻子, 可是人家只有一个妻子, 你竟然把人家妻子拿了, 还把人家杀掉了。 所以大卫一听到, 忽然间就蒙光照, 他马上就痛悔, 他马上就悔改。 他就写了那个诗篇第51篇, 你看到的时候, 他是正是诚心在神的面前悔改。 不过, 结果从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这个儿子, 上帝说这个儿子不能够权活。 但是大卫还是带着一种的期待, 他还是祈求祷告, 他盼望, 他里面渴望说, 神啊, 可以不可以怜悯, 可以不可以恩待我。 他就近视在神的面前祈求, 但是呢, 上帝已经定了他的旨意。 过后呢, 有一天, 当他看到那些随从门的眼色不对的时候, 他就问, 是不是我的孩子死了。 他们其实真的不敢告诉大卫, 因为大卫孩子还没有死, 就这么的伤痛, 不吃饭。 如果告诉他, 孩子死了, 那他岂不是要崩溃吗? 没想到当他告诉大卫的时候呢, 大卫呢, 反而起来, 洗脸刷牙, 就开始吃饭了, 就开始吃东西了。 那全部就很奇怪,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你为他近视哭泣。 孩子死了, 你倒起来吃饭。 他回答说,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近视哭泣。 因为我想, 谁知道呢? 也许耶和华怜悯我, 让孩子可以存活。 其实, 上帝的门永远是向我们敞开的, 我们是可以到神的面前, 无所不求,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苦衷全然告诉神的面前。 但是呢, 大卫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 这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 当大卫这么恳切, 这么祈求的时候呢, 上帝给了他的一个答案说, 这个孩子必须要死。 而且他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死的时候呢, 他不会说, 神啊, 我付这么大代价, 我这样祈求你, 你难道怜悯我一次都不可以吗? 他没有在那边发脾气, 也没有在那边自暴自气。 他反而就起来了, 他就接受了, 他就接受了神的这种判断, 他就放下了他自己的感觉。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许多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祈求神, 但是呢, 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的时候, 我们会闷闷不乐, 我们会感觉到神那里为什么偏心, 然后呢, 我们可能就自暴自气, 那可能就埋怨, 就跟人家不合作, 然后呢, 有很多的问题就发生, 或者就软弱了, 就跌倒了。 这个跟大卫学习。 虽然你看上帝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就, 他就马上起来, 他就马上放下。 他就解决了他心中这些的, 所以他说, 神啊, 你所做的事呢, 是合理的, 是恰当的。 所以他这篇四篇五十一篇, 他里面就写这么一段的话,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残在我面前, 我得罪了你, 唯独得罪了你, 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 因此呢, 你宣判的时候, 显为公义, 你审判的时候, 显为亲政。 所以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寻求, 我们的近视, 到神的面前, 就是寻求神有公义, 有政治的一些的判断, 但是如果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的话呢, 我们千万不要感觉到, 哇,失败了, 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其实我们仍然要感谢赞美主, 我们要凡事谢恩, 我们要放下, 我们仍然呢, 以神的判断成为我们的一种的目标, 我们的方向。 好,那么另外一个处境呢, 就是担心跟焦虑, 在我们面对一些考验, 或者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一些的担心跟焦虑的事情发生, 那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一个外班的王, 巴比伦王的身上, 大利物王。 他的王朝, 大利物王是很聪明的人, 他把犹太人当中那些很有知识, 很有智慧的年轻人, 把他们带到他的国家里面, 训练他们, 然后呢, 成为他的顾问, 因为知道他这个民族, 敬会神, 他们呢, 有智慧有聪明。 所以当一里呢, 在那时候就在皇宫里面, 就成为这个大利物王的谋士, 他判断事情, 他解决问题的话, 非常有智慧, 以至于引起他们本国的人, 他们自己, 自己巴比伦的人呢, 很多的那些总督们, 那些官员们, 就很妒忌, 常常看到当一里的解决事情的时候呢, 他们不能, 所以他们就对他非常的气愤, 他们一直想要报复, 一直有一种的不平衡的心理, 是不是, 我们想想我们国家的出景, 也类似一样, 所以你发现到呢, 当那时候呢, 当一里, 又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就想办法抓当一里的把柄, 终于他们想到当一里, 没有任何可以抓的, 只有一个, 就是当一里每一天, 三次向做耶路撒冷来祷告, 所以他们就, 用这样的方式, 就告诉王, 说王啊, 我们好不好定三十天的时间呢, 所有的百姓, 都要专意的来敬畏你, 来敬奉你, 不能够像任何其他的神明啊, 其他的信仰啊, 来崇拜的, 好让你的民生在这个国家里面呢, 更成为是最高的权威啊, 哇, 那个王也是糊里糊涂的, 也没有经过考虑啊, 不晓得是人家有计谋的, 来处理这个事情, 哎, 他想一想这个也蛮不错啊, 对啊, 结果他就答应了, 马上就进行了, 那些人就抓到机会了, 看到大爷里祷告的时候呢, 就告诉王说, 王啊, 有一个民族的人呢, 他不听你的命令, 他违反了你的这些的原则, 那怎么办呢? 王那时候就开始焦急起来了, 哇, 这个当里是我的最好的谋事, 现在怎么办呢? 当他在犹豫的时候, 那些人就说, 王那, 你一定要处理, 不然的话, 那你的百姓以后哪里还听你的命令, 你一定要, 我就逼他, 结果呢, 就不得以情况底下呢, 王那里就被抓了, 丢在那个狮子坑的里面, 那当天晚上呢, 他就不能睡, 他就近视, 他就, 他也不能够用任何的娱乐, 常常晚上的时候呢, 请那些宫女们跳舞, 他那天, 哇,真是很专一的, 我相信他一定在呼吁, 当里啊, 你的上帝啊, 要救你啊, 你的上帝如果是真的话呢, 那一定能够保守你啊, 他这个完了, 真是在那边近视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果然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第二天他, 他一早就喊, 当里, 当里说我在这里, 哇, 他非常的兴奋, 非常高兴, 结果, 当里真的是出来了, 这个时候完财, 缓然大悟, 有人要陷害他, 结果呢, 就把那些人陷害他的人呢, 丢在狮子坑的里面, 那圣经说呢, 那些人还没有掉到坑底啊, 就被狮子撕裂了,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即使是外班人, 但是他如果, 存在一个敬畏的心, 他近视在那时候, 为这些事情挂虑的时候呢, 你看, 神也能够为他做一些奇妙的事情, 所以我们遇到这类型的时候呢, 我们也应该有一种的, 做一种的心理的准备, 如果你有这样的看见, 你也能够为我们的国家遭遇的事情, 目前我们的国家, 如果你看报纸, 看新闻的时候, 有好多很类似的故事不断在发生, 我们不方便在这边分享, 但是呢, 你可以从里面知道, 得到启示的时候呢, 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的时候, 我们呢, 是否能够也像这样子的, 有一种迫切近视的祷告, 让我们看到事情真的是能够被处理。 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面临一些的危机, 这个事情呢, 也发生在这个以色帖的身上, 我们看到以色帖也是犹太人, 也是被抓到一个皇宫的里面, 成为皇后, 但是呢, 在那个国家里面呢, 我们发现到都有一些的犹太人呢, 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 可以说是俘虏啊, 或者是把他们带进来的一个外来者, 他们是外来者, 但是呢, 他们都是很能干, 很有智慧的人, 那其中呢, 就有一个, 就是以色列的养父啊, 叫做莫迪凯呢, 他是很敬畏上帝呢, 他常常也在皇宫的周围, 走动的时候, 也很受人家的尊敬, 但是呢, 有一个宰相, 是他们本国的人, 是非常的, 一种的, 很骄傲的, 非常的, 需要人家来尊敬他的, 那他得到这个宰相地位的时候呢, 他就要人家对他, 鞠躬, 对他行礼, 可是呢, 犹太人是不向人, 聚工不向人行礼的, 他们说, 我们只向我们的神来行礼, 我们只向我们的神来低头, 不向这些任何人来低头,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这个哈曼呢, 就非常的愤怒, 他不但要报复一个人, 他要报复整个族群, 整个族群, 他觉得要把整个犹太人, 完全都灭绝了, 他才甘愿, 所以他就, 已经结完了, 他说有一个民族的人, 他们不懂得捐重, 他们可能会有预谋, 会造访, 会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呢, 你要下一道命令呢, 就是要把这些人趁早, 免得他们起来之后, 在你还可以对付他们的时候, 把他们灭掉, 结果这个王也是, 就下了这个旨意, 定一个日期, 就让犹太人要在那个国里面被灭绝, 但是呢, 这件事情莫迪凯赤道之后呢, 他就非常的关心, 他就想, 唯一的办法就是, 以色帖在皇宫里面, 只有王可以免除这种的维希, 他就叫以色帖去见王, 求这件事情, 但是呢, 以色帖呢, 他说,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皇后, 虽然我是皇后, 但是呢, 我已经一个月, 王都没有找我了, 王有很多的妻子, 那我如果这样子, 擅自进去见他的话呢, 没有被邀请的话呢, 那我可能就会被那些随从门杀掉, 但是呢, 莫迪凯就跟他讲说, 你得这个皇后的智慧, 岂不是为了今天, 无论如何呢, 你都要冒这个险, 结果呢, 这个以色帖就立定心志, 他说, 你要去把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都召集起来, 为我敬世三天, 到了绝境, 到了危机, 到了人不能够处理的时候呢, 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可以呈现在, 呈在神的面前, 可以祈求, 那敬世就是一个非常装益的, 非常迫切的, 非常认真的呢, 把我们的苦情, 传到神的面前, 所以是三天三夜那个时候, 他们就不吃不喝, 就做了这样的决定, 那时候呢, 以色列就说, 如果我死就死吧, 很奇妙的, 当这件事情过后呢, 我们看到, 当以色列进去见王的时候, 王就伸出他的精湛, 就是施恩怜悯他, 过后我们看到整个历史改写了, 不但犹太人没有被杀害, 反而呢, 这个莫迪凯呢, 就被提升成为了宰相, 那个陷害他的这个哈曼呢, 本来要造一个很大的, 高的十字架, 要定这个莫迪凯在十字架上的, 结果反而呢, 他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 所以你发现, 整个局面的完全的改变, 这个危机的突破呢, 就从这种的近视, 是恳求在上帝面前。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遭遇, 很类似的, 我们需要很迫切的, 我们需要很认真的, 当我们立定一种心智的时候, 我们把这件事情, 存在上帝的面前。 那么还有一个处境就是, 全国悔改, 那这个是不容易也不简单的事情, 我们知道要整个国家都同心合意, 整个族群都一起努力的话呢, 的确是不简单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呢, 当他们愿意在一起寻求主, 在一起近视的时候呢, 神就做了非常奇妙的事。 以色列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检手了他们, 不是他们有任何很好的地方, 其实他们呢, 在圣经说他们是运作景象的, 他们是很亡梗的, 他们常常是背叛神的, 离开神的。 不过呢, 我常常跟基督徒们讲一件事情, 我就分享说呢, 其实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很亡梗, 保罗都说他们是运作景象, 可是他们有一个绝招, 他们有一个很智慧很聪明的地方, 你有想到他的绝招在哪里呢? 以色列人, 上帝看到他们真是又爱又恨, 爱他们因为答应过他们, 不喜欢他们的话就说, 哎呀,我后悔。 可是呢, 以色列人总是逢兄化吉, 总是在极为难的时候呢, 他们都可以这样得过, 因为他们有一个绝招。 他们的教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们遇到极大患难的时候, 他们没有选择放弃跟逃避, 他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 就抓着神, 神啊, 我们要死了, 神啊, 你看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成为奴隶也是一样的。 当他们面临到灭族的危险, 他们面临到那个罪, 在摩西的时候, 婴孩生下来, 囊婴都要被淹死的时候, 整个族群受到这种的威胁的时候呢, 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祈求, 哀求神。 圣经说当他们哀求的时候, 上帝就从天上垂听。 所以这一招我们一定也是要学的。 当你遇到这些困境各方面的时候, 你不要说, 哎呀,神不爱我了, 算了,我再另外找办法。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 哎呀,在教会里面好像没有自己的岗位, 或者是服侍,好像不被看中, 哎呀,我这个换一个教会到其他地方去。 其实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向以色人学习, 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 我们要坚持在神的面前, 坚持在你的教会里面, 忠心的你会发现到,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 上帝总是有怜悯有恩典。 每一次他们遇到其大危难的时候, 上帝就一次又一次的就打救了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放弃, 因为他们没有逃避, 因为他们仅仅就是抓住神。 这一招是非常宝贝的。 所以我们看到, 当以色列人那时候面临很大的危机, 常常被仇敌攻击。 他们为什么会被仇敌攻击呢? 就是离开神, 拜偶像, 做不逃神喜悦的事情。 上帝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所以一次又一次的, 他们都是在仇敌面前逃跑的。 可是他们总是到最后, 还是就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招。 在这里讲到, 他们聚集在米斯巴打了水, 浇垫在耶和华面前。 当日他们就近视, 并且在那里说,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上帝就在米斯巴治理谁的人。 如果你看这段故事历史的时候, 全国那时候都悔改, 都甘心地服在上帝的泉下。 所以你发现到,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辞定祂, 认定祂。 就好像大卫说, 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 上帝给他选择, 你要的触发是哪一方面, 落在仇敌的手中, 落在什么呢? 他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 因为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灵的神。 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境, 艰难各方面的时候, 觉得走投无路了, 觉得好像祷告很久也没有听了, 好像各样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 你不要说,既然上帝不听我祷告, 没有帮助我, 我就换方向, 我就去找另外的方法。 千万不要这样,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要自己负自己的责任。 但是你是神, 无论如何, 我再穷也再穷在祢的面前。 我再失败也要再失败在祢的面前。 我再可怜, 又可怜在祢的面前。 无论如何, 我就是抓定祢了, 你无论如何就是我的救主了。 当你这么做的话, 不管任何的困境, 我相信上帝如何恩待以色列人, 祂也恩待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祂所创造、 所减损的神的儿女。 听到坏消息, 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这件事情发生在尼西米的时候, 他听到了坏消息, 尼西米也是被辱到外邦, 但是他的地位比较尊贵, 在王的面前做酒证, 是陪王喝酒的。 王喝酒以先, 他要先喝一下。 当然一方面是很尊贵, 另一方面也很冒险。 如果有人要害王的话, 他的酒里面有毒的话, 他要先死。 但是这是王所非常信任的。 有一天, 他虽然身在外国, 但是他心还是想念耶路撒冷。 有一天他听到有些弟兄们 就从耶路撒冷城过来的时候, 他就问他们, 耶路撒冷城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的家乡怎么样了? 他们就告诉他说, 我们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遭大难。 我们受到凌辱, 我们在里面受到很大的羞耻方面。 我们的城墙被拆毁了, 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了, 城门被火烧了。 当米西比听见这个话的时候, 他就坐下哭泣, 被删了好几天, 在天上的神面前, 就进室,就祷告。 你看他听到, 他没有看到, 他听到,他这么的关心。 其实在皇宫里面, 他过得非常的好。 耶路撒冷以色列人, 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家园, 但是他们受到的苦情方面, 他都不在一起就骂。 不过他听见了, 他的心好像跟他们在一起, 他就痛哭, 在那边流泪, 然后近视在那边祷告。 城墙被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当我预备这个讲题的时候, 我就突然有一种的启示, 给我看见, 什么叫做城墙被拆毁, 城门被焚烧呢? 也就是我们的保护, 我们的范围, 这些我们认为是我们的居住的环境, 这种的被拆掉了。 那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感觉到是在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教会,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样式, 我们有我们的形式的原则, 我们有我们的行为, 我们有我们那种的生活的一些的版样, 这些是保护着我们的。 看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知道他的生命, 知道他的形式为人在各方面, 我们的见证。 但是被拆毁了, 我就想起有段时间, 好几年前, 就有一种的风气, 在东南亚这一带, 特别是东南亚这一带, 就发现到教会里面, 就有一些的变化, 特别是那个时候, 我就发现到, 去过一些教会的话, 很多教会都, 姐妹们的头发都变色了, 全部副专就开始很摩登起来, 然后那些节目就有什么, 有很多损美的节目啊, 副专表演的啦, 然后呢, 在信息这方面, 所听到的就是一种的, 叫做丰盛的福音啊, 成功的神学啦, 就是我们基督徒呢, 听起来好像都很对啊, 基督徒做头不做尾, 居上不居下, 基督徒应该都是很有钱的, 很丰富的什么, 全部这些都对, 但是一件事情的对跟错呢, 也是不上这个表面的, 当然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物, 比如说亚伯拉罕啊, 大卫啊, 所罗门, 他们都是很富有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那个精益, 刚才说, 不是字句啊, 乃是精益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追求的目标方向, 什么是我们的代表? 难道一个很富有的人, 很诚恶的人, 他就是基督徒吗? 就是一种上帝祝福的记号吗? 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有时候比如像约伯拉罕啊, 受苦啊, 他全部被拿掉的时候, 我们看到所经过的一些苦难各方面, 在那种奇迹呢, 我就感觉到里面就很不安, 但是也不晓得怎么样子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就觉得说有点不大舒服的感觉, 我就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 这件事情感觉上好像有点, 因为保罗说我们, 耶稣自己说, 如果有人跟从, 我要舍己被死架, 那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 我们要在苦难里面, 我们能够得到主的平安各方面。 但是呢, 从那段时间看起来的话呢, 就发现到整个的传讲各方面, 就进到一种的注重在外表, 注重在一种的丰盛, 注重在一种的成功这一类的事情上。 所以我就很受困扰, 我就在那边祷告, 我感觉到好像我们的围墙被拆掉了。 如果是成功, 如果是丰盛, 如果有钱, 如果是我们的创作很摩登的方面, 就是很爱神, 很逃神喜悦的话呢, 那外班人他们更有钱的人, 他们更有成功的人, 他们更富富的, 那我们跟他们在比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什么样的身份呢? 那时候我一直这件事情就寻求, 就祷告, 真的是我近视在神的面前, 主啊, 我要服侍下去, 那怎么办? 良心里面感觉有点不对, 但是呢, 看到局面是这样子的跑, 那我们弟兄姐妹们年轻的也是很多, 都要朝这个方向,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 就开了一个会, 我们理事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走回我们的信仰的一种的原则, 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一种的, 在神的生命的里面的建造这方面的, 我们要坚持这些,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挑战, 常常都有大会在基隆坡酒办的时候呢, 哇, 年轻人各方面, 哇, 那个副专, 你看到灯光各类型的都是, 你都是很吸引那些年轻人的, 但是我觉得说, 这样的话, 我们城墙都拆完了, 我们基督徒的本性, 我们的标记好像都没有的话, 那真的有什么用处呢? 我里面很伤心, 感谢主呢, 我们教会那时候就做了一个转变, 扭转了, 我们就立定心志, 如果人要离开, 就让人离开吧, 我们就清楚的指定, 我们要持守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真谛, 所以我们里面那时候迫切祷告过后, 很感谢主呢, 不久之后呢, 神真的做事了, 就改变了, 到现在我们看到, 这些事情慢慢的平定下来之后, 很多上帝真的是, 他做了他的事情, 到最近前两三个礼拜以前, 包括宣传在这一方面, 成功神学的, 他都, 当众都认错悔改, 他讲错了, 他以前说的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时代, 我们真的非常蒙福, 当时当然, 当时当然, 我看到你们的, 新山的全辈福音教会, 都永远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都一直在这个整个的, 洪流的里面, 正是像中流抵住, 持守你们的见证, 这都是我们里面非常敬佩, 跟效法的。 最后, 我要讲一个见证来结束, 这个是我亲身体验的一个, 敬师祷告的一个见证。 当我在基隆坡服侍的时候, 我是从斯调湾的一个乡村, 来到基隆坡服侍, 那我们在斯调远那个地方, 就常常有一些地方, 准备他们出来基隆坡, 也会来我们的教会, 参与服侍的一个方面。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 在我们乡下的教会, 他们因为教会小, 大家都很靠近, 我们可以到教会的时候, 都很方便的, 关系一个方面也很亲切的, 而且在斯调湾的时候, 我们有点福音车, 我们常常就是出去可以载人, 如果谁需要再接送的话, 会到他的门口, 会接他, 最后一晚会送他到门口的, 那个关系非常亲切, 然后服侍非常周到, 但到了基隆坡就不一样了, 你到基隆坡的时候, 发现交通繁忙, 你要去接一个人, 要花很多的时间, 要送的话, 那这么多人怎么能够呢? 所以有个姐妹就来到的时候, 她就感觉有点不大习惯了, 我们虽然也有福音车, 但是我们也尽量要接送, 但是送的时候就没有说送到门口, 送到路边, 一段路她自己走, 后来她就觉得是不是很舒服, 觉得她感觉到没有那么亲切, 没有那么好, 然后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思想, 那这时候她就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 人如果里面有些的埋怨, 或者有一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就给仇敌留地步了, 结果有一天她来到教会的时候, 看到她坐在那边, 她自己自言自语在讲话, 奇怪, 她自己一个人都没有人, 她说, 这段时间我很苦, 有一个老人家整天跟着我, 要我跟她讲话陪着她, 我们看到没有人, 但是她就是, 我带她上班, 带她坐巴士车各方面, 过后我就发现到这个不对, 我们是为她祷告,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 她又是, 过后刚好是农历新年, 她要回到State 1去, 我们想回去休息一下也好, 那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们也回去, 一回去我就去拜访她, 因为知道她情况到底怎么样, 她的妈妈就说, 我这个女儿回来的时候, 说你们家里都是人, 全部都是, 很潮的,每天的, 她就行为, 她觉得有点不对, 她妈妈说, 我当然不知道怎么办, 祷告也都没有那些可以解决的方案, 那我们就说, 我们真的要破窃, 那时候, 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就在那边, 就破窃我的祷告, 徬徨就到那边, 6点多, 一直一直祷告, 参施, 宣告, 到了半夜差不多整12点, 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她跟我们开玩笑, 她一下子, 我肚子饿了, 她妈妈又很紧张, 我肚子饿了, 给她吃, 我肚子饿了, 给她喝, 我要休息一下, 然后我走, 我走, 等一下, 我骗你们的, 那个样子, 我们真的焦距的不得了, 结果搞到半夜, 还是不能够, 里面就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时候呢, 结果我们说, 夜了,我们要回去, 明天我们再来了, 也再来, 回去的时候, 里面就感动, 明天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里面就有个启示说, 要进世祷告, 想起耶稣的门徒也发生过嘛, 门徒也是赶鬼, 赶不出的时候呢, 他们就愿意是耶稣, 为什么我们的鬼赶不出去, 他说有一类的鬼要进世的嘛, 所以结果他们, 他这个原则, 我说,可能要进世祷告, 那一天呢, 整天我们就进世了, 真的很认真, 在神的面前, 真是不接受啊, 你在世的时候, 你有权柄, 有能力的, 那为什么我们, 这么一件事情, 怎么不能够处理得好啊, 那真是一个很大, 又从基隆坡回来, 我在基隆坡做牧师的, 我们去的时候, 好好地回来, 这样子回来啊, 也是很大的压力的, 结果呢, 真的很不及, 真的很不及, 进世到了旁望, 我们就去了, 又去他的家了, 我们的车停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呢, 他就坐在门口, 他就看我们来了, 我们的车, 一从车上下来啊, 哇, 他就跑进他的房子, 跑到后面去啊, 我们State One的家, 如果你去过, 厨房是很大的, 有一些烧彩的那些灶啊, 很大的, 有洞的烧彩的灶, 都没有车掉, 还有在那边的, 哇,他跑进去, 我们就跟进去呢, 他就撞到那个灶的洞里面去啊, 在里面不出来啊, 哇,他们出来出来, 我们就走到灶的那边门口的时候呢, 叫他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大喊啊, 阿嬷,阿嬷, 他们来了, 他们很高大, 他们吃补了来喔, 他们吃了补来喔, 哇, 怕我们后来呢, 一下子就出去了, 完成恢复的正常, 过后呢, 他还结了婚, 就生了孩子的一个方面, 我们发现他完成得到吃饭了, 那一刻, 我们就忽然间感受到, 哇, 这个近视祷告, 原来有一些特别这么强大的功能, 原来近视呢, 好像近补喔,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近视独子饿, 但是近视我们灵, 所以我们的肉体衰弱啊, 但我们的灵就干强啊, 我们好像近的补一样啊, 所以这也是我生命的实际的经历里面, 就发现到, 真的是卢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些, 紧要的关头, 重要的时刻, 我们近视祷告, 但是如果一般上, 你都觉得过得很平安, 很喜乐, 快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尽量的吃喝, 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遇到困境, 遇到办法, 都行不通的, 用不到的时候呢, 近视祷告, 我相信, 照卢圣经所说的, 每一次他都在这方面呢, 能够翻转, 能够扭转我们这种的局面, 这是上帝试给我们的另外一个绝招, 好, 愿上帝祝福祂的话语, Amen。